全世界的男人的精子越来越差 这是一个在PubMed把全世界有关男生精益的研究 几万篇然后说起来 结果他们发现在中国大陆 非洲跟南美资料比较欠缺 但是这个数据也足以代表整个地球上 从大概1975年到2023年去统计 这个大概快要50年的统计 大概在2000年就是千禧年之前 男人平均的精子是每CC是一亿零一百万 到现在过了千禧年之后 就是平均只是每CC是4900万 从一亿掉到4900万 平均以每年少87万算 那他没有讲原因 我想不外乎凡金赫尔蒙跟高温 所以Global就全球来讲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 因为这个资料 大陆资料很少 然后非洲没有像样的 比较没有多像样的一些 南美是 那其他的 欧洲加美洲加北美加澳洲 加东南亚加总起来 全球的男生的精子越来越不行 从每CC一亿多 像我们现在精子大赛 就是冠金都至少两亿 然后最差倾的是两亿第一届 再来就两亿 三亿三亿六千万 三亿八千万 那上一是两亿五千万 所以在过早的男生是每CC一亿 现在是不到半亿 就是4900万 那平均每年一亿87万 这样往下降 那它有一个曲线就是 在千禧年以前它下降的幅度还比较慢 这下降百分之1点多 然后到过了千禧年之后好像是 断矮式的这样下降 就是男生的精子可能是跟大家发现 加拿大已经森林火灾已经烧掉了十三个台湾大小的山头了 就几乎很恐怖 像消费业也大好 为什么地球整个温度在上升 地球的北极的冰一直在融化 一融化水会上升嘛 所以是不是地球软化 应该是不知道 那总之 再来就是说 文明越进步 人类去吃精子食物的 而不是吃一些大自然的食物的越来越多 环境污染 地球软化是不是造成整体的精子从一亿多到降到不到半亿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最新的研究跟大家分享